一聲洪亮的Housekitting 開始了飯店房務員一整天的工作 客人退房後 進房先開始收垃圾 接著重點項目 床鋪擺設 客人使用過的枕頭套 床包 全部重新更換 刷洗浴室淋浴間 這樣的工作每天上班8小時 至少要重複就想拉起 就是體力上太耗力 因為你這樣子鋪床 收垃圾之類的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做起來就是 真的是不簡單 有紙印 然後卡 主管檢查過關 房務員才能換肩再努力 想下班還得推著8公斤的工作車 補滿明天要用的備品 通常準時12點退房的客人 房務員整理的時間還算充裕 但如果客人要求延後退房 所有的工作時間就得濃縮 否則趕不上3點讓新房客入住 處理時間縮短一半 整理後的清潔度 卻不能跟著縮減 而且碰上客人殘留的食物異味 還得自己想辦法清除 那一般的話 像平常日的話 我們就是說可能浴缸保養 不鏽缸差勢差量的保養 加上飯店設備時間一久 磨損耗損都會有 蓮蓬頭熱水瓶保養 也是房務員要負責 房務員工作不輕鬆 投入的新鮮人 大多是觀光休閒科系 每年入行的約佔總數的5% 但近幾年入門薪水 在22K到25K 想拉高升價至少要磨個2到6年 才有機會升為領班主任 像目前墾丁福華的總經理張激光 就曾經擔任過飯店房務員 一路升到領班副理經理 甚至擔任副總總經理等要職 從基層做起 也渴望一步步爬升 擔任高階主管 GPB新聞 玲瓏視黃子倩 台中採訪報導